大家好,我是开水 现在网络直播PK非常的火 但是当你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 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老陈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反电信诈骗警官 看到官方认证就知道这是实实在在的警官 老陈在网上宣传反诈知识已经快一年了 最近PK很火 老陈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宣传国家的反诈APP和反诈知识 反诈警官老陈发了一条视频 PK连线到一位搞笑的主播 主播的装扮是一位西场的公公 因为以前网红连线PK都是连线到其他网 经常看PK的网友也知道 网上的PK人是五花八门 服装也是千变万化 当西场公公连线到老陈的时候 也是愣住了好久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以为对方是一位网红 但是这身警服笔直的坐姿不像是网红 老陈还是标准性的开场白 你好 我是反诈主播 请问你是什么主播 西场公公听到这样的开场白 被震住了 愣了几秒之后 有点心虚的回答说 我是搞笑主播 绝对的良民 这里口述 大家可能感受不到 给大家放一段当时的画面 喂你好 我是反诈主播 请问您是什么主播 我是搞笑的 哥 我啥事都没法 我就娱乐的 我是搞笑的 绝对是良民 哥 我没有说你不是良民 我就是做反诈宣传的 我是利用这种PK的方式 扩大我们的宣传 我是娱乐搞笑的 哥 我啥事没法 我都没从他要礼物 他们都自己给我刷的 我从未骗他了 我最真实了 手法就好 十多分钟的连线 老陈也是把西场公公 调教成了反诈的宣传员 在连线结束以后 这位公公跟其他主播连线时 也是宣传了反诈骗相关信息 让家人们宣传宣传 让他们宣传宣传 让更多人受益 这大家伙的事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 你没事你也宣传宣传 看来效果还挺不错 而这位公公也火了一把 而老陈之前呢 还连线到一位反串的大佬 这位大佬在得知老陈的身份后 也是脱下了假发 画面呢也是搞笑 你好我是警官老陈 哥哥那你是宣传什么的 我是宣传西行网络违法犯罪告诉大家 无何被骗 那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 就是会遇到什么样的 就是诈骗的那什么呢 和这个美女聊天被骗 美女聊天怎么被骗啊 可能是男的呀 可能是虚假身份的 啊就是 要转教 男的打扮成女的这事儿 哇塞 你啥意思啊 啥情况啊 大哥 大哥我不知道你是干几好的呀 大哥 因为老陈的努力 现在账号粉丝达了100多万 而他用PK的方式 宣传反战也非常的成功 现在电信诈骗隐藏得越来越深 有的人呢 被骗得倾家荡产 负债累累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老陈的反差知识 也给身边的人呢 宣传防骗的一些知识